黃毓民議 多謝主席 我想問問在座的官員 知不知道甚麼是幸福指數 生活是否幸福 你當然是幸福 高薪厚 子女的讀書你又無憂 根據一個全球性 所謂幸福指數的調查 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 民意調查機構 蓋洛寶 在全世界一百四十個國家裏面 香港幸福指數排列一百二十幾 跟非洲第三世界那些國家 擺在同一個位階 你覺不覺得慚愧呢? 政府是一個工具 政府的功能是甚麼呢? 政府不是一個目標 人民才是一個目標 政府的最大功能 或者唯一的功能 就是促進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現在香港人都覺得自己不幸福 人生沒有目標 特別是年青人 的調查中五個範圍 其中是 你的人生目標是甚麼? 看到不見了 你賺房屋子都沒有 住在劏房的人 他的租金佔了他收入的四十一 二十八萬人在互相比 你現在每次在政府水浸的情況下 在盈餘裏面拿一些錢出來小恩小惠 接著就說到天下無敵 然後就說立法會議員拉布阻礙你去促進窮人的幸福 三糧 第一,你不要做一個根本結構性的改革 剛才有議員提出縱緩 那個所謂金額,你是沒有調整過的 等於你每年按個問題,資料有什麼用? 2003年董建華已經減了11% 你有沒有還回那11%? 即是說起代工屋租戶,叫租特別安排 為社會保障受載人提供額外的援助金 那就是每年都有的,如果政府有盈餘 但是全部都是一次性的 你不要去想想如何解決一些根本的問題 好了,現在政改被否決了 走出來就說經濟民生 接著約各黨派見面 黃國興這些所謂代表勞工界的 一定要對政府表示極度遺憾才行 對嗎? 什麼理由呢? 你告訴我 為什麼縱緩租金不能夠調整? 為什麼租金津貼不能夠增加? 不能夠提高呢? 請問 以現在政府所謂財政的狀況 其實整個公共理財、哲學、局長、陳教授 你們根本是要改變的 是嗎? 坐擁巨額的盈餘 儲備幾萬億的外匯基金 香港竟然淪為和第三世界國家一樣 幸福指數 排一百二十多位 你不慚愧嗎? 油麻地果欄 那些水果廢製的 老人家撿那些水果 有些爛的就撿來自己 割了它 一半爛的就用來吃 另外那些比較爛的 收整的就拿出來賣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去看過? 這樣的環境 香港是 這些老人家 你對它多黑薄呢? 還有你現在說 這些所謂給老人家的錢 這些所謂三糧 三糧糧糧 我都很奇怪 那些人現在這樣用糧糧糧嗎? 你應份給它 會不會給那些環境去中飽私囊 你根本沒得查的 說就說 那些老人家要簽一張給它代管 它肯代賣的 我告訴你 這也是和政府政策有關 你坐在那些AO 全部都答不到 我現在告訴你 勞福局局長來就只會被我罵 你們又回答不到 根本都沒有心去做 對不對? 你又檢討過嗎? 是不是? 現在那些私營院舍 你任它搞的 因為你投鼠寄起 你自己政府資在院舍嚴重不足 對不對? 他做壞事為規 你都隻眼開隻眼閉 因為如果不是 你劍橋 你一間釘它的牌 用了四十多間 對不對? 每間都做這些事 虐待老人家 我經常說 老人家進入這些私人院舍 那是煉獄 如果你家裡有長者 你真的不甘心把他進入這些私人院舍 我告訴你 昨天我才有個案子 哭哭哭 她的女兒來我那裡 又是被人虐待 是嗎? 我們當然支持 我們不會反對 對嗎? 但問題是 每年都是這樣 對嗎? 那有什麼用呢? 請問 沒有意思的嘛 第一 你要檢討中門的金額 還有現在的貧富原始 嚴重到這個程度 大陸還要譴責你們的 就是 低收入家庭津貼 十八個月才可以給 黃毓民議員 你夠了 不需要放我上桌 我現在讓你發問